三組機具24小時發電 屏東養豬農蘇蓬 三年來利用早期發電自用 今年能源局為了鼓勵畜牧業 跟進發電 提高收購電價 卻被蘇蓬大罵 看得到 拿不到 主要是能源局 能源局就是百般雕農 公關這一間就 設備認證功能三個 設備認證會 所以說不可以 不可以用進那新的匯率 當初花了4000萬 建置找氣回收發電 一天24小時運轉 每日可發電4000度 一個月省下四五十萬電費 但能源局公布 收購電價從原本的一度2.8元 漲到5.0087元 蘇蓬申請卻碰壁 能源局回應說 設備13年前的 只能用舊價格收購 指控政府都在騙人 他強調賣電後續 繳交營業稅 還有綜合所得稅 每度收入只剩兩塊錢 完全沒有經濟效益 我從頭到尾就都沒賣電 政府有賣電 他們也都知道 像政府要怎麼撒綠電 這困難了 我們配合政府政策 做帶頭示範的作用 現在好像是犧牲我們的權益 根據了解能源局回覆 因為蘇蓬的發電機具 13年前示範獎勵計畫下設置 只能用三年前的費率購買 只是對基層養殖戶來說 政府響應綠能發電 民眾投入配合 卻疑似被百分刁難 上頭陣陣有詞 底下基層卻層層阻擋 難怪被罵說一套做一套 讓人回心 姐張春華 聽說報導